对于这个直角的模型只是它比较不是经常的corridor的那个modeling 因为它corridor主要在公路的在一些比较直角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需要用这个surface template去弄这个东西 所以开始时候我先把这些东西都杀掉重新开始 我们回到这个二维的原点开始 首先叫这个我们就用surface template surface template主要是用taring model 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创建几个traumetry 从这个主线投影出来 第一我们可以先到两边 所以我用这个叫single offset puzzle去弄出来 然后呢我选择一个geometry里头可能叫drive rate 然后锁定 然后呢我主要是希望我有机会往后再从这个level里头turn off 然后我先把这两边做出来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把construction先关掉 然后直接就出来了 可能就都解一块 先看看你这边要做成什么样 好 那做完这个以后呢 其实我这两边已经有了 当然我这里还没有完成 所以我可能需要用机械用极限把它 可能你是进去某一个cat图去攻击 但是我尽量把它创建成带有这个参考性的 所以你看我尽量用一些从这个线投影出来 因为在主要在线变化以后了 它的所有从这条线生出来的 也会改变 但是没没办法做 不可能 首先我已经创建这一遍了 所以我创建这一遍以后了 我把它变成一个极限 所以比较方便我去往后去控制 那现在它已经变成一条线了 在这一块的时候了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啊 我可以点这个 这个把它 它附在这一块吧 那 所以我已经弄成这一东西 我们弄完这个东西好了 只是你可以看见在三维的情况以下了 只是它现在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要投影这个构成 啊 构成这一块的 我们因为你的中线已经大了构成 所以我们从啊 我看这个录的这个template 它应该是大约啊 两个percent的一个 这个是一个两个percent的一个template吧 当然要是敲钩弄出去 这里应该是没有敲钩的 因为在卷脚的时候 敲钩没有的 但是呢 你可以简单变成两个percent 所以呢 我在这里的时候了 用geometry一个工具叫啊 puffer by software elements 然后锁定它往下 两个percent往下 然后呢 我就选择这一个element 然后右键 然后点这一块 成为我的参考 然后负两个percent 所以你在这里看见 这个三维的这个线已经出来了 还有这 还有一边 就是这一点 这一块 右键 然后点进去 它是两个percent 所以也出来了 那中间这一块怎么办呢 圆形 这里也有个工具叫 great quick profile transition 你可以选择它是一个parabolic 还是concent的一个变化 我可能选择是linear的变化吧 我点它一下 所以你看见它这个边已经出来了 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可以创建一个template 但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中间这一条线 这中间是我们也需要把它变成我们的terrain的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在这里了啊 你也可以用这个工具吧 single offset puzzle 然后呢变成一个base 然后把它这个offset变成0 也是进去它吧 然后接受一下 然后从这边开始 你可以直接可能从这个焦点开始吧 然后到这边停下来 然后继续从这里一直到焦点 ok 然后呢还是一样吧 把这一个变成一个需要的一个圈线 ok 然后呢还需要把它这里是一个吧 还需要给它一个构成 构成了我现在用这个叫profile offset 然后把它变成0 然后选择平平的这两头线 然后选择我的参考 先选择是这一条它还得一点 接受 那现在呢它已经有这一条线出来了 看见 ok 好 那现在我们在三维旅途工作 在三维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呢要创建一个terrain models 所以呢我要选择是这一条无线 跟这一条线 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from elements 然后呢我创建它是一个 比方说我创建一个简单的counter吧 但是它 对不起 这里旁边应该是一个bindery吧 bindery 那我们把它变成proposed boundary 那我们接受一下 那你可以看见它已经变成一个proposed boundary了 我在这里点一下 应该可以看见它 那你可以在这里 比方说 投影它的三角形 那你看见它已经三角形已经弄好了 还有就是counter也自己可以弄出来的 但是呢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中线 它的构成是比它们还要高 所以呢我要从这里add features把它变成breakline 把它变成breakline 把这个terrain 点一下 然后加这条线中去 变成以后就点接受 那为什么我是建筑呢 因为你看在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的三角形是从这里了 变成一个构成在这一边的 所以在这个叫counter创建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点不同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把counter的数小一点 把它变成0.1 然后把这里0.0 让你看见它就是一个counter的楼圈 所以是不一样的 做完这个以后呢 最后就是把它模板投影这个模板进去 我选择的还是这个 其实这里呢 应该是把它变成一个 啊 一条圈 应该是merge的 所以呢 我提一下 把这个东西啊 它应该是一个merge 它应该是一个merge 才可以提升所有图放量的 不然它提升图放量是分开的 所以我把它保全一下 在这里投影一个service template 使用这个线 所以就可以把它变成质言了 这个就是一个 应该可以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就是搞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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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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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